好 那韋傑 中國的疫情會使得 今年全世界的經濟跟金融 增添高度的不確定性 那事實上回顧整個2022年 全球的金融市場非常慘烈 沒有錯 我想其實我們看一下 2022年全球股在市場增發的 總額是35兆美元 相當於新台幣是1073兆新台幣 那這個金融時報也同時 有去做了一個統計 加密貨幣這個市場也全年度 損失了1.7兆的一個美元 那股票市場其實也遭遇了 2008、09年以來表現最差的一年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在這個特斯拉的指引長 馬斯克的部分 他在今年度 2022年的這個增發財產的規模 也達到了6兆這麼大的一個幅度 那麼想當年 他們在2021年11月份的時候 來到了3400億美元 到了去年年底的時候 只剩下1370億美元 所以其實他的增發幅度 也創下了史上第一的一個紀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道瓊工業指數 去年全年度的一個表現 去年全年度大概是跌了9.4個百分點 那納斯達克指數呢 是跌了將近快34個百分點 標普500跌了將近快兩成 那費城辦理指數也跌了將近快四成 尤其是在明年的庫存壓力 跟需求衰退的一個影響之下呢 其實他的壓力是越來越重 那麼去年呢 中國大陸在這個疫情封控的影響之下呢 全年度呢 是全球股市表現最差的一個市場 是跌了15個百分點 深圳指數也跌了超過25個百分點 那香港恒生指數呢 跌了超過15個百分點 恒生中國指數呢 跌了將近快兩成的一個幅度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在台灣的這個市場當中 加全指數呢 是去年全年呢 跌了將近快23個百分點 日本的日經指數呢 是跌了將近快11個百分點 尤其在12月份的下半月份呢 他的跌幅是加重的 另外我們看到南韓綜合指數 也跌了超過25個百分點以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2022年在台北股市的部分 全年度是流出了440億的一個美元 那麼相當於新台幣 有1.32兆的一個規模 這個規模是相當於去年 2020年跟2021年 兩年度賣超的總額加起來 還超過 而且主要是老外把台積電當提款機 沒有錯 所以其實在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 在全球的半導體產業市場當中 其實會有一些相關的影響 尤其是剛剛講到一個新聞是 蘋果在iPhone15的這個 降價的這個策略 會不會成真 一旦成真 其實對台積電的這個接單狀況 其實會有相當的疑慮 那當然另外我們看到聯電全年度 也跌了將近快36個百分點 聯發科則是全年跌了超過 四成以上的一個幅度 而鴻海呢 雖然全年度大概也沒什麼表現 就是小跌了三個百分點 但是呢 在我們國內的IC設計產業公司當中呢 犀利KY全年度跌了超過六成以上 那剛剛有特別提到 在這個航運的部分 長榮航去年全年有出現 超過腰斬以上的一個表現 那陽明呢 則是下跌了超過四成以上 那當然其實就目前看起來 國內的包含相當在新興的部分 也跌幅相對是比較重 那麼其實剛剛有特別點到的是 在比特幣的一個 整個產業鏈當中 是進入到了冰河期 我們看到它其實去年全年度的 市值是掉了52兆的一個新台幣 那當然其實我們看到 在比特幣的一個表現當中 其實也出現了 蠻明顯的一個拉回狀態 那麼在去年全年度的一個幣值 是跌掉了非常多的一個幅度 所以對於整個未來 不管是在高速運算中心 還是在半導體的一些相關 新人員車的一個晶片需求當中 明年度 在今年度都還是會產生 蠻大的一個不確定新因素 所以其實在投資方面呢 在科技類股 今年的壓力仍然是不可小覷 我們上場認識你 學期待會